美國國會山在線示威 迎接內塔尼亞湖訪美 拜登宣布退選 讓嫌只為捍衛民主尊嚴 是新年代的廣告 哈里斯接手拜登競選經費 特朗普臨陣喚對手 誓喜誓憂 他們把我到那個位置 然後他們的競爭說 我就是警察 他就是被罪犯人 我當美國的總統 當總統通過了法律 我會把法律進入法律 當我們選擇 我們成為歷史 衛星圖觀 解決兩大衝突 向東還是向西 立體解讀 美國大選結果 將波及全球 和平是否正迎來窗口期 多元世界立體觀察 大家好 我是李偉 歡迎來到《空間觀測》 中國的轟炸機首次飛越白令海峽 美國的航母不敢進紅海 世界選擇和平還是戰爭 就決定了你訪問那個國家 好 我們看看今天的題目 現在是一個大新聞是 中國和俄羅斯聯合戰略巡航 飛越白令海峽 進入了美國阿拉斯加的防空識別區 那麼中國的飛機 可以很明顯看 這是我們中國的轟6K 這是因為它的發動機 跟俄羅斯的不一樣 這是俄羅斯的突九五 然後這有兩架飛機 這個是F16 這個是F35 這個都是 這不是中國和俄羅斯 這是美國和加拿大的飛機在半飛 這個飛行了多長時間呢 五個小時 怎麼飛呢 飛過哪些地方看到什麼東西 我們後面給大家講 因為今天內容比較多 然後呢我們再看看 檢察官和罪犯的對決 剛來講了 現在由於美國 這個換了民主黨的候選人 所以呢成了一個 女的和男的的爭鬥 一個中年女的 和一個老年男的爭鬥 一個檢察官和一個罪犯的爭鬥 這成了一個非常奇妙的選舉 但是美國是創造奇跡的國家 如果檢察官贏了 那就不是奇跡 如果罪犯贏了 那就是奇跡 所以我們看看 他們倆這個選舉的特點 所以你看這個美國的雜誌 就是《時代週刊》就說 在這個拜登和特朗普辯論後 在6月28號弄了這麼一個擺面 意思是說特朗普要走了 拜登要走了 然後到這個 哈里斯被推為候選人 7月21號呢 《時代週刊》換成 哈里斯要上來 那麼它兩個對比非常有意思 哈里斯是女的59歲 特朗普78歲 兩人差19歲 那麼簡直就是一代人了 另外父親母親不一樣 哈里斯的父親是個黑人 是亞馬加的 母親是印度人 所以他是亞非的混血人 然後德國 這個特朗普是德國人 和蘇格蘭的混血人 他是典型的 安格魯撒克森人 歐洲人 另外呢 他的家庭不一樣 哈里斯的家庭的父親 是個經濟學教授 母親是個大夫 他們呢是商人 職業當過檢察官和議員 特朗普呢是 現在有重罪在身的人 調查顯示差不多 尽管有一點點差 不同的調查機構 但是基本上是旗鼓相當 你認為誰會贏呢 我認為美國會出奇蹟的 我們先看它的差距 在這個調查 這個拜登參選 還沒有退選的時候呢 看見沒有 特朗普比拜登高一點點 但是交叉的 紅顏色是特朗普的 藍顏色是拜登 等哈里斯上來以後 馬上兩個人的距離就拉近了 拉得非常的近 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 另外是拜登退選以前呢 退選後呢 哈里斯領先 特朗普兩個百分點 這是退選以後 多出兩個百分點 退選以前呢 特朗普和拜登 還有這個 拜登和特朗普呢 是相差非常小 相差非常大 現在讓給拉上來了 證明民主黨的這個策略 還是起作用 我們看看 拜登退選的行程的軌跡 他當時在拉斯維加斯開會呢 發現得了COVID-19 就是新冠 然後呢 就坐飛機回家了 坐飛機回家 回了家以後呢 然後這兩天呢 又回到華盛頓白宮 現在為什麼要回來呢 他要見這個以色列的總理 但是呢 他病還沒有完全好 今天早上一測試 哎 陰了 所以都估計他還會見 這個以色列總理 為什麼 因為內塔尼亞胡 要見特朗普去 這讓他特別不爽 所以他想辦法見一見 我們再看看電視辯論前 和辯論後 電視辯論後以後呢 民主黨內部要求拜登放棄退選 而且這些藍顏色就是民主黨內部的議員 遊說遊說這個拜登下台 而且幕後的操縱者呢 是誰呢 是原來眾院那個女議員 女議長佩洛西 但是佩洛西非常狡猾 她怕人發現她在背後倒鼓呢 她就要求議員給她打電話 不是她主動的 然後就說你們啥意見啊 好像她統一了民主黨的意見 其實她是三戶的 大家都要求拜登退選 這就是民主黨內部 另外呢 這個支持拜登的和反對拜登的人 你看可以看出來 是這個反對的人呢 越來越多支持的越來越少 這是黨內的 所以誰讓拜登退選呢 現在普遍認為就是佩洛西和奧巴馬逼供 佩洛西 佩洛西她秘密地聯繫民主黨人 悄悄地開黑會 就非組織會議 然後呢她讓別人給她打電話 然後統一認識 逼著拜登下台 所以拜登呢特別恨這兩個人 另外我們看哈里斯啊 哈里斯的好感度呢快速地增加 你看退選以前她的這個好感度呢 只有39% 退選後呢好感度高達54% 不喜歡的人呢也開始減少啊 這個證明她們的選擇 這個女的還是對的作為民主黨 但是呢你只是黨內選擇 全世界你是選擇和平還是選擇戰爭 就取決於你是往東邊飛還是往西邊飛 我們看看往西邊飛誰呢 是以色列的總理要往美國飛 為什麼 她要到國會演講 而且要求美國提供她更多的炸彈 她好好的去炸那些巴勒斯坦人 而烏克蘭呢需要和平 所以烏克蘭的外長呢 飛到中國啊來到廣州 還來到了香港 那幹什麼 她第一要和平第二要建設 我就說呢中國人講上善若水啊 中國就像水一樣 一個是撲滅戰火 第二個滋潤茁壯成長的植物和庄稼 所以建設需要中國啊 另外和平也需要中國 所以找和平往東走 要戰爭往西走 這是兩個不同的世界 另外呢我們看看往西走 西邊有戰爭 什麼呢大家知道以色列那很熱鬧 尤其紅海附近啊 我們發現這兒有一個海軍的軍艦 這是北約的軍艦 這是18號的19號 我們也發現了美國海軍的巡洋艦啊 也是啊在這個紅海水域啊 這還有俄羅斯的軍艦 所以這個區域呢啊 還是很熱鬧的啊 各國大國的軍艦都在這兒 另外呢我們看到 美國有多架的次的P-8A啊 就是反潛政察機呢 在這個霍爾木茲海峽 起來在這個地方飛行 結果這個地方呢 大家注意伊朗也起來了啊 伊朗的無人機呢 也在這個水域啊升空 另外我們特別關心啊 就是離開亞洲的那個 羅斯福航母跑哪兒了 羅斯福航母呢我們發現在這兒 早見了我們在紅海等著他 因為紅海那個民兵也在等著他 我也等著新聞報達啊 結果發現他沒去紅海 他跑到哪兒呢 他跑到了波斯灣 到波斯灣躲起來了 他為什麼躲波斯灣呢 但是因為波斯灣呢 我們發現巴林大家知道啊 巴林這也有美國海軍的 這個驅逐艦停靠啊 那麼他美國的軍艦跑哪兒呢 美國的航母跑這個地方了 因為這兒有這個 巴林的這個驅逐艦停靠 這是什麼地方呢 我們看下一張圖就比較清楚 美國的航母本來計劃的是 從這兒啊過來進入紅海 但是胡塞武裝空到這兒呢 嚇得美國的航母呢 不敢進來了跑哪兒呢 跑到這兒躲了躲這兒了 所以遠離紅海 他不是要去戰備執行不敢來了 為什麼呢 因為紅海的這個胡塞武裝的港口呢 最近剛剛被以色列轟炸 而且炸得非常厲害 所以呢 胡塞武裝揚言報復 那美國的航母不是傻嗎 你要往這兒的時候 正好讓報復 於是他不敢走了 悄悄地躲在這兒 先躲在這兒 風再說 所以真打起來呢 航母都怕不穿鞋的 嗯 這就是這個世界的做法 那我們看看 為什麼胡塞武裝要反擊呢 看見沒有 在7月22號 野門 就是以色列對胡塞武裝的港口呢 進行了轟炸 主要是儲油設施呢 受到了嚴重的損害 我們看這些點啊 這些點呢炸完了以後 完了還在冒煙 就是炸完以後 一天後還在冒煙 好多設施都受到傷害 你看這都是炸 炸得都起火了啊 起火了 你看見起火糟的 這就是以色列第一次空襲野門 摧毀了紅海西部的一些港口設施 那麼這些港口設施 這是沒有炸以前 剛才那是炸完了啊 這沒有炸 為什麼要炸 他們說這個港口承接了 從伊朗轉移給胡塞武裝的武器啊 在這個港口轉武器 所以他就炸了 不僅炸了還炸什麼呢 炸了一些叼車啊 看這個叼車被炸掉了 他為什麼炸叼車呢 你炸一個船 他還會來船 但是你炸壞了叼車啊 炸壞了叼車 那船來了就沒法卸貨 你不能讓人上去卸 所以他的叼車 有目的地襲擊叼車呢 這也是以色列的一個戰術啊 非常值得大家參考 那他主要是害怕這個伊朗 給這個胡塞武裝提供武器 那麼伊朗也在急急忙忙的啊 我們看二二七二八號下午兩點啊 這是伊朗無人機和導彈生產基地 因為現在大家知道 以色列現在跟反對他的人 在七個地區開戰場 不僅僅是紅海啊 還有在加沙地區和黎巴嫩啊 是不是到處開戰場 這七個戰場呢 所以呢 伊朗可能要向這七個戰場 提供大量的武器 所以無人機和導彈生產基地呢 就特別的忙啊 這就是無人機和導彈基地 這是個導彈基地 2023年8月份開始擴建的 這是10月份開始擴建的 導彈生產基地啊 那麼我們看這個衛星照片 7月5號顯示 這是位於伊朗德荷蘭附近的 一個導彈發動機試驗台啊 我們都看得放大 可以看這個發動機的試驗台 它是在這個位置啊 在這個位置啊 可以做新的導彈的發動機的測試 另外我們看到這是7月5號啊 伊朗德荷蘭附近的 另外一個固體燃料導彈發動機生產線啊 這個我們原來也給它展示過 還發現呢 還有導彈生產的這個設施呢 在擴建啊 這是它擴建的一些工程 另外還有發現這個隧道也在擴建 就生產的多了要往外運啊 所以隧道看沒有 隧道到這沒了到哪兒不知道啊 也有人說是不是這麼連的呢 不知道啊 反正隧道也在擴建 那麼現在呢 美國就特別著急了啊 布林肯呢就說了啊 布林肯說伊朗可能在一個星期 到兩個星期內 可以生產出用於核武的核裂變物資啊 這就是伊朗中部地區的核設施 看 這是屠九五起飛 這是轟六K起飛 一個是俄羅斯的 一個是中國的 這是中俄的聯合 這是同舊五空中加油 空中加油 你看它那是螺旋槳的 非常好認啊這個飛機 這是螺旋槳的 我們的這個飛機的發動機 這是半飛的 這個半飛的不是俄羅斯的飛機 這是加拿大和美國的飛機啊 它啟用了F16還有F35啊 美國和這個加拿大都啊 兩個國家都派出飛機半飛 它說是攔截就是半飛 因為我們都在公共的空間啊 不是在你的領空裡飛 所以它就陪著你 聊聊天怕你悶的話 陪你飛一飛 當然這是中國轟炸機 首次抵禁美國啊 進入了美國阿拉斯加的防空識別區啊 防空識別區啊 我們給大家講一下 這就是阿拉斯加啊 大家阿拉斯加呢 跟俄羅斯戀愛著 它原來是這個俄羅斯的 沙俄帝國的一塊土地 後來賣給美國的啊 這邊就是俄羅斯 所以它倆過的這個 中間這個地方呢 叫白令海峽啊 白令海峽 這回中國的轟炸機呢 就是要過白令海峽 過白令海峽 就自然而然地進入到 美國的阿拉斯加的防空識別區 這個紅線呢 就是防空識別區 防空識別區呢 是公共的空間 不是誰的領空 只不過就我老形容啊 防空識別區就好像 你通過門禁 看你門口以外的東西 那是公共區域啊 不是你們家的啊 但是呢你可以在這看 所以你進入公共區域 不愛任何事 所以防空識別區 就以這個紅顏色弄的這個 格格這種美國的啊 這個在太平洋的 防空識別區 這證明中國的飛機啊 進入這個水這個區域了 所以它就跟著 關鍵是過去俄羅斯經常過 這回是第一次中國和俄羅斯聯合過 而且大家注意到前一段呢 中國的軍艦也走到這個地區了 所以它只是看一看 說你悶的話不悶 悶了我陪陪你 大概這個意思 所以呢 這就是防空識別區 給大家掃一下碼啊 不是領空 所以中國的飛機飛過來 和俄羅斯的飛機飛過來以後呢 美國特別緊張 它不僅是起飛了F-35 F-16這些戰機以外呢 它起飛了一個空軍預警機 空中預警是E-38B預警機 這就是它的起飛啊 和巡航的這個距離 它巡航這個距離幹什麼呢 它是用它的雷達呢 涵蓋啊 就中國的和俄羅斯的軍機呢 路過的這個地方啊 那麼一共是兩個啊 轟六系列的中國飛機 還有兩架的突九五的轟炸機啊 那麼防空識別區大家知道了 這就是啊 在俄羅斯的這個飛行員啊 在這個飛機裡面呢 造的美國和加拿大的飛機啊 還從上面造的 同時它也造了中國的轟炸機 這是中國的轟炸機 這是俄羅斯的轟炸機 這個是造的啊 這是啊 這個是中國的轟炸機 這個飛機呢是半飛的啊 半飛的 那麼在這個地區呢 還發現一個有趣的衛星相片 什麼地方呢 這個看點的這個地方 這個在哪兒 正好是在白令海峽的邊兒上 白令海峽靠近美國這一方啊 有一個東西叫什麼呢 海軍的移動基地艦 看見嗎 移動基地艦 嚴格講這個上面就可以起飛東西了 等於是一個移動的平台 這也是一個 也許是這回聯合巡航 發現的一個新的目標啊 所以不是沒有白去 還照點像啊 此地到此一遊留個眼啊 就好像人家來了說 這個美國和加拿大過來 是要不要陪你飛一會兒啊 陪你飛一會兒 那我來了也得照個像 看到有這麼個東西啊 另外呢我們還發現呢 在夏威夷附近呢 美國聚集了大量的飛機啊 幹什麼呢 模擬敵方的飛機 就是模擬美國敵人的飛機 來在夏威夷附近開始活動 幹什麼呢 為下一部太平洋軍演呢 提供這個敵方的電子信號 如果我雷達的找個敵人啊 那敵人 敵人就是他自己啊 他自己派個飛機 所以他的這些 假設的美國的敵機啊 就是美國自己飛機呢 現在在夏威夷飛 每次飛行的路線啊 我們都給他記錄下來 看看他是模擬 美國的敵人怎麼飛 但是他現在不是告 太平洋環平軍演嗎 環太平洋軍演 請了好多國家的軍艦來 來了這麼多怎麼辦呢 又不好組織配合 大家過去沒協調過 乾脆來個大合照 咱就算軍演了 於是我們發現 在7月22號和7月23號 多國部隊在集結幹什麼 要完成一個大合照 你想想這個大合照 要多費勁 你到哪兒我到哪兒 航行多少節 雷達開於不開 干擾不干擾 費了好大勁 用40艘不同國家的 軍艦搞了一個大合照 這就是環太平洋軍演的 一個重要的內容 所以他有什麼其他內容 我不知道 但是照相是第一內容 另外大家知道 現在原來在太平洋的 那個羅斯福軍艦呢 到地中海去了 到這個洪海去了 但他沒去洪海 他藏在了波斯灣了 太平洋這兒沒有航母怎麼辦 現在美國派了林肯號 從本土出發 現在要到印太 所謂印太就是到太平洋 要不鎖 那麼現在他出來 也被我們盯上了 盯上了 他現在已經進入了 環太平洋演習的區域 這就是林肯號 這7月24號的相片 這是他離開美國本土時候的 這情況 我們也都記錄下來 另外呢 我們看看 美國艾森海瓦爾號 大家知道 這個艾森海瓦爾號 也是號稱 被這個胡塞武裝打了 跑回美國 逃回美國 我們看他最新的照片 他已經回到 維吉尼亞 這就是他從這兒走 從紅海進入地中海 每天走 7月4號到了 支布羅托海峽 然後7月15號 飛到維吉尼亞的軍港 這軍港我們發現呢 這兒平排的停了兩艘航母 其中一艘就是艾森海瓦爾號 所以呢艾森海瓦爾號 沒有了 現在地中海南沒有了 現在等著這個羅斯福過去 但羅斯福呢 躲在了波斯灣 不敢出來 那麼太平洋這兒 沒有美國軍艦 誰來替他站崗呢 美國是日本人幫幫我的忙 日本自衛隊的直升機航母 停靠在這個位置 被我們照下來了 那麼他想替美國人在這兒站崗 那麼二戰以後呢 日本老想在東亞 繼續恢復他的當年的霸權 於是呢 現在開始挑釁中國幹什麼呢 這是二戰結束以後 第一次日本和台灣 搞聯合的海巡聯合演習 這個演習的就是台灣的巡護九號 和日本的香魔號 他演習的位置在千元縣這個附近 在這個位置 水域是這個水域 所以是什麼搜救啊 什麼這那的 那麼這個 他這個 這就是說你現在就明白 為什麼中國老有漢奸了 一到關鍵時候呢 新的漢奸隊伍就會出來 另外現在不是颱風要路過台灣嗎 所以這個日本的海上自衛隊的訓練的方式呢 就是這樣走 看見沒有 它是 注意啊 你說台灣在哪兒 這是台灣島 這是台灣島 台灣島 台灣島 它那個日本的自衛隊的船呢 就這麼走 為什麼 那麼颱風過來的時候 它跑在後頭 颱風過去的時候 颱風走了 它在繞在這裡面 等於是它跟颱風追的轉圓圈呢 這是日本的海上自衛隊 另外現在美國有一艘軍艦海警船呢 離開了南海跑到關島 跑回到干島去了 而且菲律賓和美國海防衛隊要搞雙邊行動 就可以看到這是菲律賓的海防衛隊 基本上是美國的海防衛隊 注意啊 美國的海防衛隊是保護美國海海線的 你跑到亞洲來跑到菲律賓來幹什麼 這就是挑釁嘛 大家都在挑釁啊 另外我們看 還有菲律賓的一艘船 在中國的這個鮮冰礁附近 顯示這是中國的船 這是我們萬噸的海警船 這是菲律賓的海警船 但在這個位置大量地對刺的 好 另外呢 我們看看 現在布林肯本來來亞洲訪問啊 要參加這個越南的這個國葬啊 現在又不來了 但是他完了還要去蒙古啊 去這個日本啊 去菲律賓搞這麼二加二會談 就是想來攪局 但也可能是告別訪問 他馬上半年就要實業了 25號到27號呢 東門外長開會 現在東門開會 要請世界大佬來參加 請中國參加 請美國參加 還請俄羅斯來參加 所以有人認為呢 可能在這個會上呢 這個布林肯呢 可能會跟王毅外長見面 做一個告別的說話 或者是再要最後的tongo 就是他已經是跛腳丫了 沒什麼機會了 這個會完了以後啊 我們再看下一周有什麼新的進展 所以我們下周同一時間 我們再會下周見 違背中越兩國簽署的 關於指導解決中越海上問題 基本原則協議和中國與包括越南在內的 東門國家簽署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中方對此坚决反對 已向越方提出嚴正的交涉 peace and community building will always be our clarion call especially when the country serves as chair and the host of ASEAN Summit in 2026 I know that our neighbors too are doing their best to make this work The Philippines cannot yield the Philippines cannot waver 第一,我們可以很清楚在地上我們非議所在非議院 所以,在日水時,小丁 讓我們知道從哪裡來 我們有這在河沛的沃沛的沖沖的沖沛的沖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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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都是要體力的 沒有一個跟隨這類型的談論 在朝着只說過美國和中國的關係 讓我們說足夠是足夠 我们有足够在我们的桌子 来与真正的问题 与发展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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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需要有 geopolitics 感谢观看